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在一個大地壓帶裡面 如果環境適合 能夠長出第一個的話 附近第二個和第三個 在一定的距離以內 都有可能會接連的生成 而其中最靠近換日線的Kilo 最快9月2號跨線往西步步逼近 而且它的強度相當於西北太平洋的 大約是中度颱風 甚至到中度颱風的上限這個強度 相局預報中心主任正明點 在臉書表示台灣南側有強風帶 風速強水氣多 容易形成中尺度對流系統 要小心強著風和瞬間大雨 9月3號之後 看起來是會更加穩定一些 降雨會逐漸趨緩 但還是提醒民眾出門最好記得 習大雨據記者綜合報導